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并赶鬼也预示着神的国要临到地上 所以海轩这个机构和我们已经合作了很长的时间 让我们一同地为他们的事工来祷告 好 那今天我的题目是《遇见神》 好 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这个经文 是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 看得见吗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读 请 雅各出了别世吧 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 在那里躺卧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椅上说 我是耶和华 你祖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衣 你的后衣必像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必像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衣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睡醒了 说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就惧怕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 把所整的石头 立作柱子 浇油在上面 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 叫伯特利 就是神的殿的意思 那地方起先 叫路斯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 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 也必做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大爸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散为你 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神 你将你的真意 真理启示在我们的心中 给我们生命 也指明了方向 主啊 求主你赐福 你的话语 把以下的时间 交在主的手中 借着仆人 能够将你的话 能够传讲 愿主保守看顾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知道哈 人生在世 最怕的除了死亡之外 就是孤独 事业的成功 金钱的富有 都没有办法来解决 由孤独而带来这种恐惧感 老年人害怕孤独 是因为 爱怕寂寞 是因为怕孤独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是怕孤独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有这种 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们知道 在故事中的雅阁呢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犯了错 他犯了什么错呢 他犯了这种欺骗案 要跑路了 要跑到他妈妈利百加的家 就是哈兰那个地方呢 去避避风头 雅阁啊 他虽然很诡诈 能骗过他的父亲 能够骗过他的哥哥 但是呢 他骗不了神 他在母亲的眼中是最好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呢 却完全是两样 神看中雅阁这个人 看中他的心 但是呢 却要改造他这个人 在去往哈兰的路上 雅阁来这个地方呢 来休息 心情呢 非常的沉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既害怕已扫 又是第一次离开家 非常难过 我们知道哈 亚伯拉罕当年 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有神的同在和同行 而这个时候的雅阁呢 却成了一个孤苦临兵的流浪汉 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为了将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 能够延续到雅阁的身上 所以神必须要改造雅阁这个人 雅阁一个人出了别事吧 清晨日出的时候 有几分独立感觉 有几分轻松的感觉 新鲜的感觉 但是当夜往来临的时候呢 心中就难免 尝试到了这种孤独的 这种苦恼 这种痛苦 我们知道 这是雅阁 他第一次的独立的生活 他是娇生惯养的 他在帐篷里啊 不用这个 他虽然说没有这个枕头 这种松软的枕头 但是他也用不着枕在 这个外面的石头上 而且呢 以前呢 都有母亲来承担一切 但是现在呢 一切都要自己来操持 孤苦灵灯堂在野地里 将来的生活怎么样 不知道 去巴旦亚兰要走多久 不知道 那舅舅拉盘会不会接待他呢 也不知道 所以呢 雅阁的心里边呢 是一阵阵的失望 一阵阵的空虚啊 他一直渴望得到长子的名分 想得到这个福气 但是今天呢 才到手 忽然又消失了 他可能在想啊 如果那天没有欺骗哥哥以扫的话 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你说是不是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的话 他怎么能够拿到神的祝福呢 所以心里边非常非常的纠结 非常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矛盾 所以想来想去呢 什么时候睡着的 自己也不知道 雅阁他如此看重神的应许 但是他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因为他还不晓得 神向他所存的意念 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神的祝福 长子的名分 神所赐的 所应许的 并不是通过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法去 好取巧夺 好取巧夺 而是什么呢 而是按照神的方法 神的时间 才能够得到的 因为神是主权 神有这个主权 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得应许 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信心 靠的是顺服 靠的是等候 而且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也不是为他个人的 因为神清楚地说 说得很清楚 说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衣蒙福 万国因你的后衣蒙福 不是给他自己的 所以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在地上侍奉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神的国度的扩展 不是为自己 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来服事呢 要我们来合一的服事 来搭配的服事 为扩展它的国度 搭配 我们打过篮球的知道 在场上的运动员 自己队的队员 不是靠一个人 两个人的优异的表现 就行的 有时候该传出去的球 一定要传出去 要配合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赢球 否则的话呢 就会输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服事 我们是彼此搭配的服事 看别人比自己强 知道在菲律宾那个地方 保罗当时去的时候 有很多人呢 嫉妒保罗的这个 事工的这个果效 那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 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 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等人是出于爱心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 并不真实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因此我就欢喜 我还要欢喜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 他传福音 是为了神的国 他不在乎自己的得失 他不在乎这些 只要基督的福音 能够传出去 他就阿门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在这个时候 和这个雅各 形成一个很鲜密的对比 那是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 对神的认识 比雅各要清楚 那为了让雅各 能够认识自己 明白神自己的旨意的话呢 那神允许雅各 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流浪汉 但同时呢 也用恩典和慈爱 来围绕着他 所以神就在雅各 最凄凉 最孤单 前途最渺茫的时候 就来到这个 没有人间的旷野路上 与雅各同在 与他作伴 而且呢 还给他一个梦 梦见一个梯子 上面有神的使者 上去下来 在神和雅各之间 来传递信息 神就在梯子的上面 这里我们看到 神在此时此刻 就给雅各 就开通了 和神自己之间 沟通的这个途径 所以神自我介绍说 他说他是耶和华 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以撒的神 雅各虽然离开家了 虽然离开家 但是他不会和 他祖父和他父亲的神 失去联系 雅各呢 他一向渴望 得到上帝的应许 但是他过去的信心呢 是二手的 他从来没有 这个一对一的 和神来进行交往 所以呢 神说他是 亚伯拉罕的神 是以撒的神 但是还没有说 我是你雅各的神 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么说 但是呢 雅各悲惨的重点 悲惨的环境的重点呢 不是重点 他不是重点 而是什么呢 在此时此刻 神要向雅各显出 这个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怎么样来恩待 用他的大爱和恩惠 来待雅各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们有时候 前途渺茫 后有追兵 和雅各一样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往往的表现 就是躲开 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孤独地在那里 感受到自己这种 自我怜悯的那种情绪 陷入在那种情绪当中 不愿意和人见面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失去工作 我们会失去家庭 婚姻 我们也可能失去健康 我们不想见人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神的慈爱 是绝对不改变的 神在乎我们 神在乎我们 他会与我们同在 他会把这种危机 有时候可以转变成一个转机 而且呢 借着这些难处 也许呢 让我们成为我们 成长的第一步 所以神有的时候 让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呢 是让我们学会来仰望他 不是专注在这种环境当中 而是掌握在神的身上 因为相信神是在掌权的 在危机当中 祂是关心我们的 祂介入我们的生活 介入我们的生命 就像祂关心雅各一样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祂蒙慈爱的儿女 很多年前 我们家在北京 在邻居 两个人都已经退休年龄了 但有一天呢 丈夫突然就过世了 老一些 非常突然 那当然太太就受不了了 躺在屋里 关着门 不想见人 也不吃饭 她受不了 她觉得他们还要过一段时间 在一起 还要度过晚年 但是这个呢 对她来说是非常地突然 从她的态度上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她不认识神 所以她对生活呢 是感到绝望的 但是同样的 在这边 有个年轻的姐妹 嫁给了个年轻的弟兄 那年轻的弟兄呢 在教会里做领袖 非常好 两个人彼此相爱 一同火热地服侍 但是有一天 突然 先生被主接走了 当然 姐妹也非常地痛苦 她向神祷告 因为她依靠神 她甚至向神祷告说 求神 让她的先生 能从死里复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爱有多深 当然神有她的旨意 神有她的计划 那是她的心情 但是这位姐妹 她不离开神 她始终向神祷告 并且接受弟兄姐妹的 关怀和开导 很快地 她就从这种痛苦当中 就走了出来 而且走出来之后 越发地传扬福音 来救人的灵魂 所以有很多 非信徒的朋友 就问她 说你怎么现在 还能够这样积极地 这么positive的生活呢 她说因为我有神 因为这位神我知道 我知道祂爱我 所以祂的生命 祂的生活 是充满了盼望 我们知道 真正认识神的人 是不会绝望的 但是神不仅 祂是慈爱的神 同时祂也是一个 有恩典的神 所以当雅各听到 耶和华说 祂是以撒的神的时候 你们想想 祂心里会怎么想 祂一定会想到 祂怎么骗了 祂的父亲以撒 祂原先也提 耶和华的名字 可拿来骗人的 怎么说呢 当时以撒对儿子说 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 祂说因为耶和华 你的神给我好机会 让我得着 这就是雅各当时 提到耶和华的名字 他是用来骗人的 但是神在这个时候 并不提他的过犯 没有责备他一句 神只提到他和亚伯拉罕 和以撒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当雅各感到 非常的前途渺茫的时候 神亲自地安慰他 他害怕以撒 但是神说 我必保佑你 他担心前途曲折 但是神说 我与你同在 他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 那神又说了 我要让你回到家 回到你父家 他看上去好像被朋友所抛弃了 但是神说什么呢 我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我们看到 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孤单的 也会很孤独的 特别是 当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家人 因为我们的信仰 和我们远离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孤独 我们会有这种 被遗弃的感觉 但是主耶稣说过 说我不撇下你 为孤儿 神还借着以撒亚 说过 说妇人焉能忘记 他吃奶的孩子 既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所以神给我们 这样的应许 当然了 神没有责贝 责备这个雅各 但并不等于 他认可雅各的这种做法 神为什么祝福雅各呢 因为神祝福雅各 是出于他的 是出于他的拣选 是出于他的信使 因为雅各是他拣选的 神与雅各同在呢 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孤独 而是要告诉他呢 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 不但是以撒的神 他也将要成为 家族中第三代雅各的神 神要将这个应许 延续到雅各的身上 虽然这个雅各呢 使用了这种欺骗的手段 来骗起的祝福 是神所不许悦的 但是神的应许呢 是不变的 他可以改变人 但是应许 必然要实现 所以现在如果雅各 若想真正得到 神的祝福的话 他必须要改变自己 要认罪 要依靠神 要转向神 但是这个时候 雅各还不完全地 明白这一点 当然我们知道 雅各所要继承的这个应许呢 就包括了土地 后衣 万族 因他的后衣 得福 而你的后衣呢 要向东西南北展开 所以这个是神以前 没有向亚伯拉罕 和以撒说过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向雅各却说过了 我们看到 从亚伯拉罕 到雅各 神的启示和他的应许 是有步骤的 扎实地 向前的推进 神知道雅各呢 所处的环境 会使他心里边 感到这种挑战 所以啊 神就对雅各说了 对他说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令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 向你所应许的 无论雅各到什么地方 神都会与他同在 在拉班的家 他可能被救救 欺负 但是神与他同在 赐福给他 而且呢 最终呢 要保护他 脱离拉班的手 那么他现在是 独身一人 但是他要 娶其生子 好使他的后遗呢 向东西南北展开 所以这是神 对他的承诺 如果我们纵观 几千年的历史 我们看到 神的应许 从来没有改变过 而且他许的愿 都能够实现 因为神是全能的 所以为了继承呢 神的这个应许呢 雅各呢 必须要亲自 与神建立关系 他必须要有回应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神已经第五次地说 亚伯拉的后裔 要使人得福 但是与神建立关系呢 是一个不可缺少的 一个必要的条件 当然呢 这个关系的建立 我们知道 是神是主动的 是神拣选了雅各 而不是雅各拣选了神 这点我们非常清楚 所以雅各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雅各所要做的 对神的启示 对神的应许 他要有回应 他要有行动 要认识神 要信靠神 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所以在第十六 和第十七节里边呢 就描述到雅各醒了 说耶和华 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他就惧怕 说这地方是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过去雅各 跟神交通是透过父母 但是今天 他亲次遇见了神 他亲次与神相遇了 过去呢 他可能以为呢 只是有祭坛的地方 才会有神 但是没想到 他今天在这个旷野路上 能够遇到神 但他遇到神以后呢 他反而惧怕了 他的惧怕说明呢 他仍然是活在自己里面 他不晓得 神向他所存的意念 是多么的宝贵 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看到的是神严厉的一面 以至于他害怕到一个程度 说连这个地方 他都觉得可怕 神明明说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但是他心里面仍然害怕 他明白这个结果 但是他不明白 这个启示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认识神 是有过程的 所以他怕得要死 那神的显现呢 使雅各感到呢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神圣 所以这种敬畏之心呢 就油然而生 那雅各称这个 与神相遇的地方呢 说他是神的殿 是神的殿 那圆门呢 可以说呢 是house 就是房子 他刚刚离开父亲的房子 就来到了神的房子 所以说我们看到 他现在来到神的房子 那我们常听听一句话 叫什么呢 叫做天无绝人之路 这是我们常讲一句话 的确 在雅各身上 我们就看到了 天上跟神的交通 是随时随刻 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 他就会与我们交通 世上的交通可以阻隔 但是天上的交通 永远是敞开的 雅各青岛起来 把这个枕的石头呢 就立作柱子 浇上油 完了之后呢 他就把那个地方起名 叫什么呢 就叫伯特利 就是神的殿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呢 他要把它分别为圣 要分别为圣 那这个我相信 他是从他父亲 以萨纳尔学到的 那雅各的这个 回应的行动呢 就显明他这次的经历呢 要成为他一生的 一个转捩点 所以他立起柱子 纪念神的存在 将伯特利这个地方 分别为圣 因为他祖父的神 他父亲的神 此时此刻就要开始 成为他自己的神 我们知道多年以后 神再次呼召雅各全家 回到伯特利 神再次向他显现 与他立约 当然了 如果说让雅各 彻底认识神的话 我们熟悉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那还需要一个 很漫长的过程 其实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认识主 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要求我们呢 我们的心要时刻 是向主敞开的 我们转向于神为中心 去经历神 去经历神的全能 祂的信实 遵行祂话 与祂沟通 亚伯拉罕如果没有 经历神的话 他也不敢把 以撒献上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 既然神是活神 我们也要经历主 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那最后的三节经文当中呢 这个雅各就向神祈愿了 但是可惜啊 他不了解神的信实 他不明白 所以他开始说呢 说神若与我同在 那神明明说 我与你同在嘛 对吧 但是他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给我吃 给我穿 是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父亲的家 这个雅各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神啊 你做了才算数 你做了算数 所以今天你给我吃 给我穿 还不能算数 一直呢 要让我回到我的父家 平安地回去 我才遵行了 我的义务 这是当时雅各的认识 那雅各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们觉得奇不奇怪 其实我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与人之间呢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态度 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对吧 还有一句话叫做 不见兔子 不撒鹰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相处的逻辑 所以人与人之间呢 常常都是这样的彼此对待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 没有经历过神的信实的人 不明白的人间 还有信实这么一说 这是今天人的一个态度 更何况雅各他自己呢 常常是自作聪明 而且他心里面呢 常常会有些诡诈 我们知道在世界上 我们也都知道 一个心存诡诈的人 他是不会轻易别人说的话的 他总是要去验证的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处处没有信任的话 有时候人会坐视良机 比如说这个有两个公司 一个是供货公司 一个是采购公司 一个是买家 两家公司合作了很多年 很好 双赢 因为什么 因为买家公司是基督徒 老板是基督徒 从来呢 没有偷税漏税 而且呢 从来都是按时 付上货款 很happy 但是忽然呢 这个社会环境起了变化 经济萧条 社会上有很多的 这个商业往来 有很多的坏账 有很多的公司收不到钱 所以这个供货公司呢 这个老板呢 就开始紧张了 他觉得他可能也收不到钱 所以干脆说 我不发货了 完了通知那方 对方说 你不给我付钱 我就不发货了 这个关系一下就这么破 就这么破坏了 那那买家公司老板心里也不高兴啊 说我们一起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连这点信任难道都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是不付款的 那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 那我是不是也不相信你呢 因为你这么来想我的话 那是不是你也会这么做呢 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缺乏的信任 的的确确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所以后来他们的业务 慢慢慢慢就开始减少了 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所以从他们的身上 从这个事情看到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 那作为雅各来讲 我们也知道 他怀疑神的信实 他也吃了不少的苦头 对不对 雅各的一生他自己说嘛 所以我的年日是又苦又短 确实 那神要改变他嘛 所以一定让他尝尝一些苦头 所以最为我们来说 我们只是从这里边得到一些借鉴 我们少吃些苦头 那么关于雅各对神的回应 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思想 首先第一点 那经文就显出什么呢 雅各他是看中神的恩典的 因为他所取的这个愿呢 是根据神在第十五节里面的应许 说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直到成全向你所应许的 所以他根据神的应许 他有这样一个回应 那为了表达感谢呢 雅各也立起了十注 也敬拜神 而且呢 把十分之一 处得的十分之一 能够献给神 雅各从前的表现不是这样的 雅各从前的表现呢 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操控别人 来获取他所要的资源 但是此时此刻 雅各把自己交给了 不能被操控的神 由他来带领 我们看到雅各可贵的一点 他走出了信靠神的第一步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有一个神呢 所看中的 就是雅各身上的一个特点 一个品格 就是雅各他一定要回到应许地 他一定要回去 而且呢 他这个回归呢 是他自己要的 是他自己愿意的 所以我们看到 神为什么拣选 像雅各这样的人 可能我们不会选择这样的人 但是神看中他的心 要改造他这个人 那第二点呢 雅各的许愿呢 的确有一些交易的性质 比如说 你替我做这个 我就替你做那个 这好像就怀着一种 观望的一种态度 观望的态度 那希望呢 说呢 先得到一点点的利益 然后自己才有所行动 才有所行动 那意思是说什么呢 说神呢 我喜欢你做我的神 因为你是我父亲的神 是我祖父的神 但是要 我以你做我的神呢 那是有一点条件 意思就是说 你给我吃 给我穿 是我平平平安 回到父家 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可以说这是个祷告 这是个祷告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祷告 它是一个属肉体的祷告 所以在我们当中 无论如何 我们跟主的 认识主有多少年 我们信主有多少年 但是我们不敢说 我们对主认识有多深 我们真的是不敢说 那从我们的祷告当中 从我们所求的事物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对主的认识 到底有多少 也能看出我们的 属灵的眼光 到底能看多远 很多基督徒啊 这个信仰 就是停留在了 雅阁的这个阶段里面 这种交易式的 是建立在这种利益上面 这和其他的宗教 没有什么区别 像烧香拜佛呀 都是为了 以一个利益为中心 这是一般宗教的 一种观点 那有些所谓的信徒呢 有的时候呢 也是看到底神 能不能解决我当下的困难 比如说病得医治啊 找到工作 当然这些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但是呢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还会想说 到底 给我了什么样的祝福呢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的思想如果不对的话 神会改造我们 会把坐在雅各身上的功 也会坐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生命成长的基督徒呢 就不是这个样子 这些样子的基督徒 就是从自我为中心 转向以神为中心 不再考虑自己的获得 而是考虑到神的旨意 如何来完成 因为他知道 神的意念 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使徒保罗曾经说过 只是先前已被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 都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已认识 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其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到基督 所以就于这一点 保罗不是说 要得到基督的恩典 我们已经得到基督的恩典了 他是说要得到 耶稣基督自己 得到耶稣自己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没有遇到神 我们有没有遇见神 我们应该说已经遇见神了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遇见神了 但是我们对神的慈爱 我们认识多少 我们相不相信祂的信实 我们纵然实信 但是神是可信的 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 经上说了 说神是真实的 人是虚晃的 那神的真实 是因为祂可靠 祂可信 祂说到一定做到 而且祂赐给人类的旨意 不会因为人的无知和软弱而改变 人之所以是虚晃的 因为人是凭着自己有限的思维 有限的知识 有限的想法 有限的感受 来判断事物 来确定自己要做什么 但是并不明白 万物背后创造主的心意 祂的计划和祂做事的法则 今天我并不是想 说这个雅各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 他是神所爱的 他有他的信心 但是我所说的是 当雅各的行事为人 是依照世界的法则的时候 他就落入到这个世界的法则 所带来的危险当中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不再按照世界的方法去做事情 同样在神的路上 神也会破碎我们 破碎我们 管教我们 更新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的形象 越来越像主耶稣 这是神救我们最终的目的 这是神救我们最终的目的 所以最终的是 我劝勉大家 就是我们一起 让我们的心 无论是在生活当中 还是在服事当中 我们都能够对准神 我们不会因为挫折 而沮丧而跌倒 因为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为神所做的 我们活是为神而活 如果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话 我们就不会跌倒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计划 和祂中心的旨意 就是让我们成为 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是神救人 把人归回到祂的那个样式 所以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 我们遇见了神 我们知道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好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爱们的主耶稣 我们真的是满心地感谢你 你不仅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你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你也给我们启示 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 是多么地美善 你也赐给我们圣灵 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一生一世 明白你的心意 走你的道路 主啊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还有多久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求主除去我们一切 过去救人的思维观念 让我们能够查验 何为基督的旨意 在我们的心中 就求主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为你在世的日子里边 没有白跑 没有徒劳 按照你的心意 行事为人 传扬福音 一同地成长 愿我们的一生一世 能够荣耀主你的名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